一夜之间,全程变天,俄罗斯爆发了一种可怕的未知病毒,感染者第一阶段会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,紧接着眼睛瞳孔会变一层白色,这种会变成一个失去理性的怪物,感染病毒的人会在短时间内发病死亡,俄罗斯政府为了控制这场疫情,竟然采用了一些不人道的方式,将所有感染者进行秘密除了,短短几天时间就屠杀了莫斯科几十万人口, 俄罗斯将迎来一场国家沦亡危机,原来在几天前,一个双眼通红口吐鲜血的人爬到河边河水,他貌似生病,结果一头扎进了冰冷的河水中,血溶入河流,瞬间染红了一小片水源,随着河水不断向下蔓延,不久后在俄罗斯首都就出现双眼发白,口吐鲜血的人,好心的群众纷纷上前帮忙,却不知道男人体内携带着某种致命的传染病毒,男人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就大量喝血,上前帮忙的老太太也很快被感染,她瞳孔 发红像丧尸一样走在马路上,起初媒体报道这是一种普通季节流感,叫市民不要过于紧张,一切在政府的掌控之中,但政府的做法让每个人都感到害怕,一所小学发现了一例感染者,政府立即派士兵全副武装封锁学校,并发出通知将学校里每个人都要进行隔离,从老师惊恐的眼神中可以看出,这普通流感并不简单,感染的孩子缩在教室的角落里四四发道,士兵们向他保证要对他进行治疗, 随后女孩的尸体被运出学校,看着全身被消毒液覆盖的女孩,在场的同学都感到隐隐不安,外面等候的家长们也暴动起来,但这又能怎么样,另一边,有些人还在公司正常上班,一个女人想上个厕所,当她打开厕所门时,看到一个白眼睛的女人躺在地上,女人赶紧收拾东西回家,但她刚回到家, 发现自己的母亲也被感染了,为了孩子女人还是狠心的关上门,听着母亲的求救生女人坐在地上痛苦大哭,此时政府派军队封锁了莫斯科全部道路,所有人禁止进出莫斯科,士兵叫市民回家安心待着,并向市民承诺,一定会控制住这场疫情,但真的像士兵所说那样回家待着就安全吗?根据网上一位博主收集的证据,说这种病毒感染速度非常快,如今整个莫斯科几乎沦陷,他分析军方根本没有一支病毒的解药,所有感染者都被政府人员秘密处理,现在整个莫 莫斯科的市民开始发生暴动,同样也出现了很多趁火打劫的帮派,所以平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逃离莫斯科,晚上,正在睡觉的卡罗,被手电筒的光亮吵醒,他本能地抡起铁棍来到门口,出乎意料的是,发现来着是自己的父亲,父亲把市区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们,并说病毒很快就会蔓延到这里,他们需要在军队控制这里之前逃出去,否则他们最终的下场就是被感染,于是几人打算休息一晚,决定明天一早就出发,但卡罗趁妻子睡着后走出了门,他要进城做一件很 重要的事,临走时他跟父亲说,于是都在谈何容易,于是 但现在进城谈何容易,军方只允许运送物资的车辆进入,于是卡罗拿出所有的积蓄,买通了一辆送肉车猛混过关,原来他向进城接他的前妻和儿子,他们立即收拾点行李离开,然而,当他们出来时发现送肉车被洗劫一空,原来刚刚被一群劫匪盯上这车物资,司机被打到躺在车上蓄落模糊,但这时这帮劫匪又出现了,看到这一点,卡罗立即上了车骑, 几栋卡车,一脚油门踩到底逃离了这里,另一边,有些却以搜查感染者为由,开始挨家挨户登门拜访,实则他们是来收刮财物,但面对这些搜查士兵,卡罗的父亲非常警惕,近来就是开枪警告,但他的邻居就没那么兴了,士兵来到一个富豪家,富豪似乎意识到了什么,但士兵直接把他打倒在地,这还没完,士兵又盯上了沙发上的孕妇,他直接拿出名要把孕妇弄昏了,就在这时,他女儿小丽 拿着剪刀偷写了士兵,但士兵那里又那么容易倒下,他死死的勒住小丽的脖子,在关键时刻小丽一个借力放倒了士兵,剪刀贯穿了他的喉咙,另一个士兵还想对老爹发起进攻,结果被老爹一喷干掉,他同伴见状赶紧投降,说自己只是个司机,然后开车匆匆忙忙的跑了,随后几人来到邻居富豪家帮忙,富豪醒来后,老爹认为他们应该马上逃离这里,因为那些士兵可能还会回来复仇, 但卡罗还没有回来,此时卡罗开着卡车正在过受卡,他拿出司机的通行证给士兵看,但士兵发现了躲在副驾驶的母子,卡罗见状直接一脚油闻, 一边,逃走的士兵将兄弟被杀的情况告诉了领头,领头听后愤怒故意,立马组织所有士兵回去报仇,这是老爹等人已经做好转移的准备,突然一辆卡车出现在不远方,老爹等人拿起武器准备战斗,结果虚惊一场,是卡罗带着前妻回来了,前任和现任见面,这一幕真的有点尴尬,他们把汽车加满油后,就上车出发了, 可他们刚离开一会儿,士兵们就来到了这个村庄,复仇让他们丧失礼质,见到村民就开枪射上,无辜的村民也死在这帮人的枪口下,但他们来到房间早已人去楼空,只剩下一具士兵的尸体,卡罗这边也出现了状况,大美的车冒出了黑烟,他们下车打开引擎盖一看,原来刚刚他们加错油了,他加的不是冬季柴油,没办法,现在只能拖车到附近的加油站,但富豪却动了小心思,他先把拖绳藏了下来,谎称车上没弹,然后说开车回去呢,叫他们在 在这里等着,实则富豪想抛下他们,想一家人赶去机场坐飞机出国,认为留住他们是一种没坠,却不知道这自私的选择,差点让他们全家横死街头,几人没走多远怀孕的马林,就说想上厕所,正是这一泡尿让他们躲过一劫,坐在车上的小丽看到前方驶来几辆车,小丽赶紧下车告诉父亲,来的几人正是追杀他们的士兵,队长知道他们没走多远,就派士兵去树林里搜查,富豪一家人见状赶紧逃命,他们一路追到一处小斗坡,富 当时,一名士兵说这么冷的天气,他们不应该继续追击,但换来的是队长的一顿拳打脚踢,就在这时,其他成员看到这一幕,似乎认这个队长很久了,直接开枪解决了队长,为这件破事,他们什么财务也没刮到,士兵们收队回去,还开走了富豪的车,但富豪一家人挽回了一条小命,后来富豪联系了卡罗他们,称自己已经找到了拖绳,但发生了一些事故,叫卡罗开车去接他,但当卡罗来的时候,发现他们的车已经丢了,拖绳也没找到,富豪表示假如他不 说自己有脱绳,他觉得卡罗一家不会来接自己,经过一番争吵,卡罗仍然带上他们,但只答应把他们送到加油站,于是一辆车硬生生的塞了八个人,当他们来到加油站时,这里已经挤满了想要加油的人,但这里的又早已清空,这是富豪来到人群中说,谁能把他拉到机场,就会给他一大笔钱,但没有人理会他,这是一位墨镜男有点小咳嗽,一位女士怀疑他感染了病毒,结果有人上来就是一刀把他干掉,加油站的人们开始恐慌,纷纷开车离开了, 只留下富豪一家人独自站在加油站,他们走到商店寻求帮助,加油员告诉他这里已经没有油了,但富豪说他们的车被偷了,想在这里借宿意外,最后在超能力的作用下,他们成功进入商店,这里不仅失误充分,甚至燃料也储存了很多,但这时加油员看向了小丽,然后拿着一杯小鸟福特加走过来,想小丽陪他喝一杯,但被富豪直接拒绝, 看到富豪的态度,加油员也直接露出他的本性,拿出喷子直接威胁他们出去,就这样, 竟然被赶出了外面,他妻子抱怨富豪一开始不应该和卡罗们分道扬镳,现在他们在外面洞上一碗就会被冻死,就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, 卡罗等人开车回来了,他还是做不出抛弃朋友的决定,富豪也很感动,开始和卡罗称兄道弟, 他问卡罗汽车是怎么启动的,原来老爹烧了一壶水,用开水把柴油解冻,才勉强开到这里, 这时富豪告诉卡罗,说这里储存了很多油,但加油员就是不拿出来,于是他们有了一个计划, 卡罗来到窗前恳求高甲买点油,拿出钱和手表假装换给他,然后, 加油员被放到在地,然后他们拿走足够的物资,还看上了加油员的汽车, 于是他们装完一大桶油,装好车后他们就出发,这时老爹给出建议,去一个叫维哥坛小岛, 那里有一艘被遗弃多年的废船,老爹夏天经常去那里隐居,那里不但资源足够, 还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,非常适合生存,于是几人决定开车一千多公里去维哥坛小岛, 但在路上一辆消防车挡住了他们的去路,地上到处都是尸体,充满了死亡的气息, 他们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